好 谢谢艾莉的介绍 先简单做介绍一下吧 我在这个申请呢 已经做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面呢 除了带本科生 也会带一些想要申请 这个顶级私校的这个学生 去访校 然后去做那个面试的培训 那这个中间也看了很多东边 包括西边的这个私立学校 在这个中间就会特别有感触 就是这些私立学校 虽然说排名七七八八 但是每个私立学校 其实都挺不一样的 所以不管是大学 我觉得就高中阶段更重要 就是你不是说非得找到最好 但你一定得找到最适合的 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个私立这个高中的 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们会涵盖这个四个方面 一个呢 包括私立高中的一些排名跟分类 然后呢 第二个相信大家都会很关心 到底是念私立还是公立 这边关系的家长 经常问到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我们来讲一下 在今年这个疫情 包括学校的新的考试政策下面 学生还要不要去考这个SSAT或者IC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私立高中的这个录取标准 以及最中间哪几环节是比较关键的 那很多家长其实刚开始想要申请说啊 我要动了这个申请私立学校的这个念头 大家最常见的都会去寻找这个排名跟分类 这个无可厚非要我觉得就是这个全美国这个私立中学 大概得有两三千所 那这个里面确实多如牛毛 从何选起确实比较难 那从排名开始看起它是一个可行的一个起点吧 但是关于这个排名呢 我先说在前面 后面我会具体解释 就是大家在看排名的时候 只能作为选校的起点 它不能作为选校的这个唯一标准 以及最后来选择去什么学校的这个关键吧 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有哪些排名吧 在北美比较常用的这个排名就是match 相信大家很多都知道 然后在国内呢 还有很多家长会用那个finding schools 这个是比较针对国内 因为大家国内的这个家长 比较喜欢这个寄宿的学校吧 所以走足的学校会不太关心 然后finding school的话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家长 在国内这个家长设计的 除了这个两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比较小众的这个就是排名的机构 包括这个private school review 或者boarding school review 他们也有一个private school review 但是就是今天讲司令嘛 我们就不拿出来讲了 那这几个排名呢 跟大学的排名不太一样 就是后面我会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就这里面没有特别权威的这个高中的排名 跟大学真的不是说有很多年的这个积累啊 然后大家也比较公认 那这个里面每个排名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这个排名还是要非常理性的来看待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nitch是大家最常用的这个排名吧 在这边 但是nitch的这个排名 跟公立学校排名其实很不一样的 因为私立学校 就是这边所用的 就所有排名 你去看排名之前 我就不管你看什么排名 一定要看人家是根据什么要求 什么标准来排的 就是中文里面不是有甲之批双 乙之蜜桃吗 如果你选的这个标准 跟他排名里面最看重的这个标准 不统一的话 那就算他排在排名的第一位 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的最佳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itch的排名里面 排在比较前面的 包括这个就是college score college score 这个是占28.5% 但是呢 它的来源是nitch的用户自己report的 而不是说这个很第三方的 这种调研的数据 然后再看下面第二个 SAT跟ACT的 也是这个nitch user report 这个占20% 然后下面还有一部分 multiable resource 这个是关于这个culture跟diversity 这个不是最核心的指标 然后呢下一个 还是这个nitch user自己report的 就算这里面有两个 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的 这个数据 但是因为私立学校 它没有义务 必须要report这个数据 学校国家也不会统计 所以这边所有数据的来源 来自于学校自己report 所以这个里面 如果学校要 就是gambl一下这个ranking的话 其实也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个里面 大家要理性的来看 大家就所谓的 take with a grain of salt 不要尽兴其就是拍名 然后我会鼓励大家 进去看每个学校具体的 他们在说些什么 然后因为这里面 所谓的这个self report niche research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一般去餐馆吃饭 没事也不会去专门写点评 一般写点评的 就是两个极端的人 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一个呢就是不太满意 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review 大家看的时候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take a grain of salt 我是要看具体的 然后具体你可以来看看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在乎的 然后你再去看 这个一个简单的数字 其实很难概括这个学校 到底是怎么样 尤其是私立学校 它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特色的 你很难靠这个数字来把它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排名 不算特别科学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立学校的排名 公立学校这个US News 它就是没有私立学校排名 它就是公立学校排名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百分之一百的占比 基本上都是跟考试成绩挂钩的 比如说这个college readiness 在30%的 它是这个AP跟IB的这个score 然后math跟reading的这个performance 或者perficiency 就是每个周里面 这个考试的这个成绩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underserved student performance 因为公立学校要兼顾 这个低收入家庭的 这个以及少数主义的这个要求嘛 所以这个部分的占比有10% 但也是看这个考试的情况 然后下面呢 包括这个curriculum 就是他们有多少门 这个就是考多少门AP跟IB的这个考试 也是跟考试挂钩的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graduation的rate 也是其实跟升学相关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偏学术啊 不是其他的各个方面的 然后你也会看到这个数据的来源 它是来源比如说common core 这个第三方的 这个里面都是第三方的这个数据 没有任何这个学校 自己这个report的数据 然后包括这个IB分数啊 不是IB分数是IB那个机构 提供的 然后AP的这个考试这个分数 包括ACET的考试分数 都college board提供的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niche里面 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 比较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 那但还是要说 niche有好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是说 大家不一定要看这个总排名 但是niche还是提供了 很多分排名的 因为其实每个私立学校 都有自己特色 比如说有的是 有宗教背景的对不对 然后有的是这个stem特长的 有的是活动特别特别多 有的是艺术特别强 然后呢 有的是体育队特别多 所以就是如果你比较清楚说 你在寻找学校的时候 你想给孩子找一个 什么样的学校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分项的这个排名啊 我觉得它可以帮你缩小 这个筛选学校的范围 然后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不能只看 说我只看一到十 然后后面就不看了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下 这个学校里面 具体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学校里面 再说一些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Finding School的这个 这个排名吧 那所有的啊 你就会看到 就所有我会去看排名表 都会看它是怎么来排名的 我也会建议你去看 那这里面 它的数据来源 其实主要还是 就是主要还是自己 学校reporting 用户report的 像学校report的话 它是有75%的这个成分的 然后公共数据的话 就是只有15% 然后剩下的就是用户点评啊 什么 然后这Finding School的用户 其实还比较特别 不全是学生家长跟学生 然后很多是这个 做这个升学指导的老师 或者中介机构 所以这个评分 大家也后面 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看的时候啊 不要真的只看分数 点进去看一下 谁在说话 然后说什么 然后这个里面呢 它的排名 跟Nature Black一样的 可能是它更注重一些 学术方向的数据 然后占的这个比例 也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呢 这个学校的升学 也不再只是说 升入四年大学是什么样 它可能更在乎 这个长存腾啊 然后前30啊 前50这些学校的 这个数据 因为这个比较偏向 就是偏好于 国内用户的这个偏好嘛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国际学生的管理啊 然后这个多元化的 这些比较 就是大家 可能国际家长 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点 所以这个排名 你会看到 在这个FS上的排名 跟在那个Nature上的排名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然后啊 我还是觉得就是 大家去选学校 可以多方位的看啊 就是不同的来源 大家的用户的点评 都在说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不一定 只是看这个数据 然后再来说 这个FS里面 有一个用户点评 这里面你会看到 五分啊 四分啊 什么的 这些其实都是用户点评 就是我像刚才说的 而且这个用户里面 很多很多都是这个 做升学的这个机构 跟顾问 所以他们 一般还是带着广告性质 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 评语啊 什么大家都可以 看一下 但是不一定就要全新 我觉得 这个里面你可以看 还是就算是用户来评 评价 就像我说的 一般你去 就是一般中间的 大家都不会去评价 要不然就是很好 要不然就是很不满 所以这个上面 大家的这个评价 都是比较主观的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但不要作为这个指导意见 然后刚才提到 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 这个呢 它其实是比较特别的 它不是不太是 这个全国排的 它很多时候 都是在一个州里面排的 然后呢 它的排名有时候 也不是说 它非得分出 一二三四五来 它就是一个区间段 说我觉得这个区间段的学校 啊 这个都是在这个排名区间里面 然后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势 来排一下 因为其实真的很难把它放在 呃 一个 一个用简单的数据来 来说出 哦 一定是这个跟 那个很好 这大学排名 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公立大学 跟私立大学很难比 但是你非得把公立大学 跟私立大学放一起 放一个排名表 其实有点 比如说你跟那个叫什么 啊 Malcom写过一个 很很具体的文章 就是关于你把那个 呃 就法拉利的跑车 跟家用的SUV 放在一起比 那这个本来的这个需求 就不一样 很难就是分出个 好坏来 那这个啊 这个榜单呢 还是有一些可以看透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州里面 假设你们都是在这个州里面选的话 你可以看到你比较在乎 哪些东西 比如说你比较在乎这个学校 比如说ACAT跟ACT 你觉得这个是学校的这个教学 质量的一个体现 或者你觉得你比较希望你的孩子 呃 体育方面有比较多的特长 能够在这个啊 学校里面得到这个长途的发展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有最多的sports 或者呢 你的孩子有一些特长 比如说之前有个学生是学那个基建的 那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基建队的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OK 这个每个学校是有基建队的 那你可以缩小这个范围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里面 它可以帮你缩小这个选校的范围 所以所谓看排名 我觉得不是来指导你申请的 而说你在选学校的时候 可以不断的根据你的需求 去缩小这个范围 所以在选私立学校的时候 最早的第一步我觉得是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孩子有认知 你的孩子擅长什么 他是stamp比较强 你希望他的这个方向 或者他希望自己在这个方向能够有到更多的发展 还是体育或者艺术有特长 因为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最大的区别 就是公立学校就是 他很难就是照顾到这个自己学生 比较特别的需求 而私立学校因为他足够小 所以他可以比较个性化的发展 那而且自己每个学校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他吸引的人群不一样 他不用兼顾到这个学区里面所有学生的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里面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孩子擅长什么 想要在哪个方向做突出 说的更功利一点 就是将来升大学的时候 你觉得你孩子这个特长点 放在大学申请里面有竞争力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有个很强的东西 那这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把它放在这个学校里面 因为高中四年特别的关键 在这个里面去把它发展出来 发展出它的这个强项 然后第二个 我也会遇到很多学生就是 会有不同的这个学习的方式 有的学生比较喜欢讨论 然后有的学生很喜欢动手 你得把一个学生他根本不喜欢在上课发言的 非得塞到一个私立学校里面 然后是那种所有课都是圆桌式的上课的 那这个学生去了之后会特别特别的痛苦 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方式 跟你孩子自己的学习方式 是不是相契合的 这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是学习环境 那私立学校我去看过很多 有的学校它的这个竞争性是非常强的 就是所谓大家的内卷 私立学校里面也卷的很厉害 然后你会看到有的学生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这样自己已经考了七八门AP了 他说他所有的学生除了学校他不开 然后在外面学AP 然后每个人都考十三四门 搞得他自己压力特别特别大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说 OK这些学校里面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如果学生一直在这个高压情况下 你的孩子是否是适合这种高压情况下的 因为你也可以给他找一个相对支持性比较强的 比如说我去看过那个governor school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挺喜欢的 学校看起来校舍不像像Westminster什么的 就是特别特别的光鲜亮丽 但是那个学校里面的人特别特别的supportive 就是你进去访校你就特别明白 就是说OK这个学校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是希望你去好好思考一下说 你的孩子他适合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能够发挥的更好 这个是更重要比排名重要的多了 然后当然有的家长也会考虑说 要不要放孩子给寄宿啊 因为有的学校可能就是太远了 想选东边的这个私立学校 但是离家太远了 可能得技术 那你还要多想一层说 你的孩子是否准备好了技术 因为技术里面除了说 你要合理的学会自己的这个管理 因为自己管理的时间 其实没有太多的人来管理 爸妈也没有办法在旁边看着 以及你要去处理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些关系啊 跟老师的很多的沟通 那他的这个社交能力 以及心理成熟度是否是足够的 比如说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会不会去寻求帮助 所以这个是你要评估一下的 因为我确实遇到过学生去了这个技术学校之后 其实比较难受 那这个其实对学习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家庭有这个宗教需求的 那你们觉得这个宗教需求的这个宗教教育也比较重要 那私立学校就提供了这个宗教有不同的宗教的背景 然后很多私立学校其实各种宗教都有 不一定是说某一个宗教的 这也是可以考虑 这个是私立学校可以去能够实现你的需求的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课程的多样性 因为公立学校都是受这个学区限制的嘛 这个学区比如说像加州的话 A to G的这个课程要求都是很多的 然后在私立学校他其实没有这个限制 他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这个需求开很多课 除了这个AP之外呢 还有好多其实是这个选修课 选修课里面你可以看到关于神经学啊 什么很多其实是大学级别的这个课程 那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方面希望有比较多的发展 那可能在公立学校他没有办法 就是他最多可能就上到AP这个level了 他没有办法再往后上 但私立学校的话 其实可以开出好多好多的研究性课题 然后呢 这个是我觉得你在去看一个私立学校的时候 是特别要注意的 如果你去仿效的话 基本上去那个学校 学校都会给你一个课程首课 你就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选课 他们能有哪些课可以选择 以及他们这个学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比如说有的学校特别注重这个happiness的培养 那这个是可能是你比较在乎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比较相关的 但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 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对神经科学特别特别感兴趣 那看一下他们这个神经科学能够这个上到什么级别的课程 因为从大学的这个录取的角度来看 他会看你在你喜欢的这个方向领域上积累到多声的程度了 那对于公立学校学生可能会有这个限制 就是说我没得选了 我除了去外面自己上课之外 可能就没得选了 但私立学校的话相对来说你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在去看私立学校的时候 可以去看的每个学校其实开的课程还是挺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教学形式也是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是怎么教学的 这个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那第三点是可以看的是ACT ACT或者AP 以及IB的这个学生的平均分 比如说AP这个学生他们那个三分以上 或者五分以上的占百分之多少 这个还是相对的有评估的这个 怎么讲评估的这个 评估这个学校教学能力的一个客观吧 我觉得相对因为这些都是第三方的考试 所以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标准 因为自己学校出试卷的话 你可以出的难出的简单 那这个分数就比较难来说了 但是呢现在私立学校 尤其是顶级的私立学校都有一个趋向 就是私立学校是比较注重这个全人教育 他们很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把他这些学生都搞得很公立学校 一样都是考试考试考试 所以很多学校现在就把这个AP这个课程给拿掉了 但是他会有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advanced的这些课程 包括college level的课程 所以呢你也不能纯粹的去评估一个学校好跟坏 是看这个学校开多少门AP 这个其实没有可比性 最顶级的那些现在都已经放弃掉AP了 但是你可以去看学生可能还是会自己去考 这个AP考试的 所以这个AP的这个平均分可以相对看一下 然后以及SAT的这个平均分 这个很多学校还都是会公布的 这个是可以官方找到的这个公开数据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第四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强调 就一定要去实地方校这个体验 其实你如果是这个学校在那边 尤其是寄宿的 人家待四年呢 这个真的是很长一个时间 学校周边是否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很安全 然后呢这个周围学生能不能出去啊 然后比如说他这个学校自己的 他的这个校园的设施能有多少啊 其实看网上跟实地还是很不一样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concord的这个这个学校 这个concord的在那个一个城市的市中心 喜欢这个城市的这个学生就会很喜欢 但是我自己看了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学校特别特别的小 就是哎哟觉得就是 呃有点就是太小了 就搞得就是我觉得呃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呃习惯 因为你去看其他比如说TUFT 像那个什么Lumis Traffey啊 那学校都大的很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所以就看你自己学生喜欢什么样的 呃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学生的整体的精神面貌 整个学生他们是比较快乐的在里面学习呢 还是都比较神情紧张啊 考试特别多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般你去仿校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我其实特别推荐仿校啊 你去仿校的时候 学生都会呃 邀请你去吃午饭 然后我就会自己很喜欢去吃吃午饭 不一定是说蹭饭 而是说午饭的时候你会可以听到学生 大家都在讨论些什么 他们学生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以及你跟他们去看他们在讲的话题 是不是你感兴趣 你能不能合取 其实挺重要的就是 你去了之后你不想成为一个孤立人 在这个私立学校里面 然后你需要找到这个你自己适合的这个群体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学生 他们整体的这个在讨论的一些氛围啊 在讨论的话题是什么 然后以及他们是否友好啊 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说 自己是能够融入在这个集体里面感觉到很温暖的 就是我带过家长仿校 家长就跟我说 就真的你别看这是这个排名前五的学校 进去之后就觉得浑身不爽 然后呢你可以去一个二十的学校 或者就是或者同一级别的学校 换的学校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你就是进了这个学校之后就感觉如母春风 然后就觉得哎呀特别适合我孩子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自己去访问学校的 尤其是如果你们是走读的话 你就可以更多的去看看 像现在学校都有很多的活动 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学校的氛围 这个还是蛮重要 真的不要只看排名 那最后当然会看一下这个近三年的 这个升学的情况了 这个还是家长比较关心的 就是这几年他们这个学生的趋向是什么样 然后一般学校都还是给好多好多公开的数据的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OK这个学校最近升学的都是往哪里去了 因为学校大学的录取其实是有惯性的 如果你们这个学校去的都是这一层次的学校 你突然间想去升的藤校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是要稍微关心一下 这个学校就近三年那个他的升学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你喜欢你想要去的学校大学 他是不是在这个学校录的学生相对来说都比较多一点 那很多学生很多家长就会定向的选学校 好像东边好多就是有什么耶鲁附中啊 然后那个麻省雷工附中啊 哈佛附中啊 这些大家都有听说过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就是朝着那个学校去的这个原因 这个选学校我就简单介绍那里啊 那说回来就是关于这个很多关系家长的这个困惑吧 就是我家门口有八分九分十分的这个公立高中 然后我要不要去送我孩子去私立高中 然后我也有遇到家长跟我咨询说 除非能进最顶尖的这个私立高中 不然我们就在家门口上这个公立高中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并不是特别赞同这种逻辑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 其实是就是苹果跟橙子 这它是不可比的 这个私立高中它的这个教育理念 跟公立高中的这个教育学校的办学目的主旨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公立高中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我要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学校的要求 就是学区的要求 然后课程啊老师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受这个学区的限制的 而私立学校相对来说都是有很多的这个 自己的特色以及自己的办学主旨 因为它是就是消费者嘛 你的家长其实是消费者 它其实是应对消费者的需求来开始课程啊 然后搞活动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挺难就是直接拿来比的 你如果去看排名表的话 你就没有看到过高中是说 有把公立高中跟私立高中都放一起比的 没有这种排名表 所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特色 嗯私立学校比较注重 我觉得就是说的那个潮流一点 就是全人教育 它不只是在这个学术方面啊 就是去注重而公立高中很多时候 大部分学术的部分占的会比较多 就看那个排名表就好了 嗯那私立高中里面 第一个是课程的选择多 就我刚才说了 你可能是自己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 你可能在你的公立高中里面是很难找到 在这个方面能够有啊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啊 学校就是学科的这个开课的啊 你可能自己要出去去大学里面找 或者社区大学里面找 而私立学校相对来说 课程都都是好几百门课在那边让你选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是活动多 那在私立学校里面 其实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啊都比较活跃 因为私立学校的话一般有就是有 比如说私立学校到下午三点钟课可能就结束了 但都会有一个after school那个club 然后这个club里面 学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而且在私立学校里面 你要自己搞个club还是特别特别容易的 你找到一个指导老师 然后写一个proposal申请通过 你就可以开始搞很多自己的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活动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因为私立学校相对人比较少 然后呢每个学生其实能在这个不同的活动跟社团里面 能够担任到领导职位的这个概率 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个比这个公立学校 因为同等竞争的人就相对更少一些嘛 而且我说了一是多样化 然后二是呃就是人少 那你自己在这个社团里面能够担任就是核心职位 这个概率更大 然后第三个是进名校 这里的名校呢 呃主要指的可能还是比较偏这个长春屯啊 然后这种私立学校就是有名呗 待会我们会看一下就是两对比一下这个公立学校 跟私立学校这个录取的这个榜单的差别 你还是会比较注意到这个私立 尤其是长春屯的学校 可能私校的学生去的会更多一点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是 其实私立高中跟私立大学 他们的教学里面有相契合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教育的培养 就是人的这个培养路线更有延续性 所以呢啊 因为再加上前面我说的嘛 学生他的自己的兴趣爱好 能够在这个私校里面得到比较高的这个发展 然后自己的活动范围也会比较广一点 所以相对最后来说 因为腾校也比较喜欢那些 比如说各方面都很强的这个学生 呃我有看到这个很多公立学校里面 进这个名校的 呃不一定是说一定是最顶尖的 这个公立名校 甚至说可能排名就就可能就真的是 比较一般的公立学校 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名啊 什么的 也有很多学生会去到比较有名的这个腾校的 但这个是学生自己个人特别特别强的这种例子 呃 所以呃这个里面呢 私校有一部分就是说 从这个私立高中到私立大学的这种名校的这个 呃进去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硬件跟资源 这个就不用说了嘛 因为公立学校都主要依赖于这个政府拨款 然后呢他还要照顾很多这个低收入人群 以及其他的这个啊 就是需求比如说校车啊 然后免费午餐啊什么的 你去看一下就是每个学区都有公布啊 每个学生身上花多少钱 然后私立学校因为自己钱很多有学校的校友捐赠啊 然后自己的这个整个学校的这个基金会 然后包括学生的这个学费也很贵嘛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资源就是比较多的 那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呃 私立学校都会说嘛 我们班型比较小 就是呃 私生比就会呃比较比较高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在每个学生在这个里面 老是得到这个关注也比较到比较多 也因为这样 所以好多嗯 其实就是呃 这个叫discussion base 就是讨论式的课程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刚才前面也说过了 如果你孩子上课都不爱发言的 那可能在这个里面 你想得到好的分数也比较难 因为老师会比较注重说啊 你上课喜欢发言呃 比较contribute 然后喜欢讨论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师资的话也是不一样的 那师资的话功力跟私立其实是不一样 功力学校老师呢 一般需要考一个credential 然后呢还会有那个老师的union嘛 然后功力学校老师相对来说 呃就是你考这个credential 然后呃那个union 然后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的老师 也比较难发言掉 所以你也看自己呃运气好不好 然后私立学校呢 其实你是没有那些 一般他是会招在这个学科的老师 他是自己有比较high degree的 然后学校也有自己招老师这个权利嘛 所以啊相对来说 这个师资跟功效老师的这个师资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呃这个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看你自己更偏向哪一种啊 就是呃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可能会更偏向于这个私立高中的这个老师 因为他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较多的这个造谣 而不是说我考过了这个学科的呃就是标准考试 然后我就去可以教这个学科了 呃那这个是私立学校的 我主要想把它提出来说的是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你很难把它放到一个天明上去对比 而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育环境 因为公立学校还是有自己公立学校其他的特色 那啊前面说到这个排名了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对比 那我们在这个今天讲座预告里面有说到那个lowell的那个学校 但是那个学校他的那个去年的统计结果 他没有把它统计成每个学生最后的去向 他只是说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有录到哪些学校 所以你很难知道说 他到底是呃哪就可能一个学生 最好的一个学生把哈佛耶鲁全录一遍了 然后就榜单上就有这些名字了 但是这个我找了一个同等级别的公立学校 叫Mission San Jose的 那他是把每个学生的去向给统计出来 他们毕业班是476个学生 其中99%的学生呢 去了这个四年的大学 有九个学生是去参加了这个community college 然后还有五个学生呢 他是去了那个article music那个college 这个其实也是在那个for year里面了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榜单里面啊 大部分学生的去向 尤其是在加州嘛 就是都会去到这个加州体系 跟加州州立体系里面 这个是大部分学生的去向 这个是最后入学的这个情况啊 不是说他们学校有录哪些学生 然后私立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那其实这个学校 博克利亚什么录的也还都是不错 然后San Diego 我只能说就是 其实从教学指南上 这个学校也是可以保证的 那私立学校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在右边 但是相对来说都比较少了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 就是这个学校怎么样 我是觉得就大家看这些榜单 都要有自己的理解 不要纯粹只是被数据给看了 因为就选择上公立高中 跟选择上私立高中 我就说这样可能在培养的这个角度上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注重点不一样的 那可能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 他们自己本身选择去申请 这个私立学校的人数 也会相对少一点 但是就从整体的录取来看 就你会看到这个私立的 这个学校录取的名次会稍微少一点 比如说Stanford的话 它是两个 然后MIT有四个 然后Upan有三个 那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就是在湾区很有名的 这个私立学校马哈克 他们的这个去年的毕业班 是190个学生 其中100%的学生进的都是 四年的这个大学 就是都有去四年的录取的学校 然后我把一些那个 就是他们的这个录取成绩 就是跟前面那个比 我就觉得你也不能只看这个数量 就前面那个学校 它是就一年的这个统计结果 是2020年的 然后这个是2019年到2021年的 因为私立学校相对于人说 人数就少很多 所以呢 把三年的汇总看 也是很多学校常用的这个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还是有蛮多的 比如说像UC Berkeley的话 它有30几个 然后私立学校你就会发现特别多 像那个大家都知面 从藤校开始说起 像Bron它有三个 然后Cornel它是10个 然后Colombia是15个 达特茅斯是5个 然后Stanford是28个 Harvard是18个 MIT是12个 我说了这是三年的 你大概可以除以三来 大概算一下 就是这个他们平均每年 大概是多少 然后这边普林斯顿 也有是三个跟四个跟三个 然后像加州理工 还有六个 所以这里面大部分 你会看到 其实很多学生去的 都是私立学校 就是我说了嘛 就是上私立学校的学生 跟上公立学校的学生 可能在一开始 就会有相对的 不同的这个选择的道路 跟大学申请的目标 然后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说 不管你是在私立 这个最顶级的私立 还是说最牛的 这个公立高中 都有一部分学生 是去到比如说排名 比较靠后的 这个四年的学校 或者去去到 就是community college 什么这里面都有 所以呢 不是说你进了 这个最牛的学校 你孩子就就登上了 这个去那个名校的快车 其实大家可以知道 说不管是在 你去看这个滕校路去好了 不管你是路的是 公立学校的学生 还是私立学校的学生 其实进入这个顶级名校的 都是这个学校掐尖的学生 所以呢 对于每个学生来说 在现在来规划来说 你就要看说 我的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能够爬到那个 这个金字塔的顶端 我们可能把它比成 大池塘跟小池塘 对吧 但是小池塘里面 爬到顶端 跟大池塘里面 爬到顶端 每个学生他可能 这个适合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的学生 就是在大池塘 能长得很快 那就能爬到顶端 那有的就是喜欢 在小池塘这种环境里面 他可以一直站在那个高点 所以你要去看 去评估说 我的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能够爬到高点 你会遇到很多学生 去了这个 最牛的私校以后 就是一直垫底的话 其实心理也是 就是心理压力很大 然后呢 最后录取结果也会特别好 然后呢 公立高中相对来说 就是竞争也比较激烈 那你就要看一下说 你的孩子是不是 自己是特别特别自觉的 然后他们都在这个 就是怎么讲的 学校里面 相对来说 给到的资源啊 关注都比较少的情况下 自己能够在那个 公立高中 然后就是赢哪儿上 我觉得就是 有些是这种挑战性选手 就是看到欲神杀神 然后就是 我至少成为这个学校第一的 不管反正是在这个大学校 还是小学校 我至少成为学校第一的 那可能这个 你如果想选公立学学院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去思考说 你看用什么样的教育 就是我觉得私立学校 学费是贵一点 但是公立学校 现在的学区方也不便宜 然后你要去看一看说 OK我的孩子 你希望给他一些 什么样的教育 是更希望说 个性化的教育呢 还是说 我在这个大的这个公立 公立学校里面 也是比较好的 那你可以在这个里面选 我觉得找到 自己适合的环境 你才能够成长得更快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简单的 跟私立 跟公立的这种区分 第二个就是先讲到这里 其实每一个话题 都能展开讲很久啊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就先切到第三个话题 假设你现在已经决定 要申请私立学校了 那大部分学校的 这个申请表 决于一号都已经开了 然后那今年的情况的话 很多学校这个SAT SAT跟IC对吧 台路会说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就会optional了 那我们很多站人就会说 那我要不要去考呢 简单的回答 我觉得是能考 还是要考的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有的学校还是要的 不是说不要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面主要还是 这个万区的这个私立学校 你要确定你要申请的 假设你有那个目标学校 那一定要去找 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 有的学校就是不要求的 比如说像贝塞斯啊 诺埃娃什么的 他们不是不考试 而是他们有自己的考试 或者他们有自己指定的考试 不是去要这个 标准化考试这个分数 那这种的话 其实你教了 他们也不会看的 这种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的目标 都是那一类学校 那你不考就不考呗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花时间 去准备他们自己的考试 因为其实像贝塞斯 自己的考试的话 跟SSAT也是很像的 也是English 也是English 就是reading啊 然后verbal math 然后那个writing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然后有一些学校 是疫情之间可选的 所谓可选呢 就是你教了 他是会看的 就是因为其实对于学校来说 录取学生 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嘛 你多给我一个数据点 其实就多给我一个保障嘛 我知道你来了之后 是可以能够承受我们学校的 这个学习压力的 因为说到这个成绩单 还是有学校自己的特色嘛 我说了嘛 这需要评分松一点 这需要评分延一点 那这个同样的90分 放在我面前 我其实很难来评估 哪个学校到底是 这个学生 他是更扎实的 而像这个标划考试的话 其实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 就第三方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标准嘛 那他可以来拿同一个标识 来看一看这个学生他到底是什么样 那像Mellow School的话 今年是optional的 如果你能考出高分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考 除非就是说考出来不好看 那你可以选择不教 因为就是所谓教跟不教 就是说如果教了 对你的这个录取概率有伤害 那就不教咯 但是不是说不考啊 就考了 如果你考得好的话 其实还是给你加分的 然后这个Milton是东边的学校 我只是放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 就不是说 我今天全家西边的学校 对然后还是有一个学校是要求的 像Harker的话 他还是要那个SACT的 然后你们可以去啊 这个官网下 我是觉得就是你官网上可以看到 然后你还是可以再跟打电话 跟那个Admission Office 再去确认一下的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说 那这个学校的要求已经在这里了 那要教就是要教咯 对不对 然后可教可不教的 我觉得最好就好的方式就教咯 对不对 这个是有帮助的 然后你要如果决定去考的话 你要评估一下学生考试 准备考试时间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考 还没有这个好的分数 那你可以最多考到可能一月初吧 大部分学校都一月十五号左右截止 然后这个两三 两月底或三月初就开始出成绩了 也不要考到一月份 我觉得最晚最晚的那是一月初 但是一般是十二月份考 就考到最晚就是十二月份 因为你初分也要一定时间嘛 然后你要去评估一下 这个学生这个考试 准备考试的时间 因为他这个学期还要上课嘛 不是说这个学期不要上课 学校课也有多少是管住的 这个成绩单还是要交的 然后呢第二是 真正对这个最顶级的 这个四校这个分数有帮助的 一般这个学生要达到 百分之九十percentile 也就是在这个分数的 这个所有的考生 在他的这个年龄段 这个性别 然后这个考试的学生里面 他需要达到这个 就top ten percent 这个level 然后呢就有两个考试嘛 然后有的家人就会想说 那要不然我两个都考了吧 然后那个考试分数好 就教哪个其实不太现实 因为现在时间很短 就是除非你以前都考过了 那我觉得你现在要考一下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一般来说 不建议同时准备两个考试 因为这两个考试 还是有一些些差别的 你准备的时候还是 定向准备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我建议你可以先看一下 你的目标学校 是要求哪个考试 大自认学校 两个都是收的 但是也有遇到过学校 可能就只收一个的 就一种的 那你就要看你自己的目标学校 他要收哪一种 然后第二个是可以根据 自己学生的这个特色 他哪个考试更能考出高分 然后来选择一个来考试 然后呢 以前可能还要再想一下 说能不能报到考位 如果报不到的话 那可能就你就得考另一个考试 所以这几个是你可以来 作为自己考试 这个几个筛选的考虑的因素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考试 这个IC跟SSAT呢 其实有点类似于 ACAT跟ACAT的这个差别 主要有几个方向 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呢 就是考试的次数 像SSAT的话 考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他考试次数 确实比较多 从10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有考试 而且你还可以选一个 就是自己指定时间的这个考试 不一定非得参加 哪个规定的这个时间考试 但是IC的话 一个考试季 你只能考一次 所谓一个考试季 它是把它分成季度的 比如说8到11月 你只能考一次 然后如果你要考两次的话 你就是要不然11月 之前考一次 如果你等到12月 才考第一次的话 抱歉你只能考一次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两个考试这个初题的 这个风格 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个IC呢 很多时候 这个问的问题 还是比较直接的 比较偏知识性 可能会问的 比较复杂的这个知识点 但是他的问题 问法更直接 但SACT的话 他的问题会更创新一点 他可能考的是 更思维层面的这个东西 包括说在 Reading的部分 他的选材也会不太一样 SACT的话 他可能有的题材 就会是诗歌啊 什么的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 不是只是说 哎呀 就是Non-fiction 这种说明文啊 或者议论文啊 这种 比较常见的这个题材 然后第三个大的差别 这个也是我觉得 主要区分 你可能更适合考 每个的这个考试 就是第三个大的差别 像IC的话 他最后考完之后 他是会有四个小分的 这个四个小分里面呢 数学占两个 那所以呢 最后的总分里面 数学占比 就会大概占到50% 所以这个数学的比分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一般来说IC的这个数学 相对比SSAT 稍微会难一点点 他们现在已经 听从建议 降低一点难度 但是还是会 那个稍微难一点点 那所以呢 相对理科 比较好的学生 你在数学上能够 就是拉高很多分数的 可能你去考IC 会更好一点 前提还是说 这个学校接受 这个分数啊 那SSAT呢 他是三个部分 他会计三个小分 虽然你考的 可能只有四个部分 但是你 他是三个部分 计小分 然后其中两个部分 一个是英语 一个是那个阅读嘛 还有数学只占三分之一 所以在最后的总分里面 数学的占比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而且呢 这个刚才说了嘛 他的这个题型啊 然后题材啊 材料啊 这个文科 比较好的学生 可能可以考出 比较好的分数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可能你可能要稍微 看看自己学生 更适合考哪个 然后再来讲一个 具体的里面的差别 就两个考试 都有variable嘛 但是variable的这个 题型是不一样的 像IC的话 主要是同一词 跟句子填空 然后ACCT呢 是同一词跟类比 那这个类比 对于学生的这个抽象 思维能力是比较 就是怎么讲 就创新思维 你要怎么把 这个两个东西 能够比较一起 所以对于学生的思维 要比较有跳跃性 有些学生 有些学生就是 做不过来 那所以呢 大家在如果 现在还没有决定 考来考试的话 可以先模考一下 看一下你自己学生 在这个对于这个提醒 它到底是一些 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真的是 绕不过来 那你现在要花 很多的时间 去把这个提醒 给功课的话 那就会比较 比较麻烦 然后呢 还有最后一个差别 就IC呢 它是错题不扣分的 所以你可以猜 但是呢 ACCT呢 它是错一题 是要扣四分之一的 所以这个是 你不能就乱猜 你能有些时候 你可空的 你不要就乱猜 因为它可能会 倒扣分 所以呢 这个两个考试 还是有一些 比较大的差别的 所以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学生 如果还没有考 我会建议 找一个老师 做两场模考 对比一下 看哪个能够出来 然后就集中火力 去供这个考试 供还是供不出来 如果你基础供 比较扎实的话 就是你的学生 本身就是有 冲击这个 顶级四教 这个实例的话 我觉得数学跟英语 的基础 都是挺扎实的 那你就把考试 那一堆弄懂就行了 是能够 冲出高分来的 比如说我去年一学生 他就是花了 一个月时间 集训 一个月就是集训 然后就从 模考大概 两千一百多分吧 就是升到 两千三百六十一分 最后考的时候 所以 初分还是能考 出来的 但是呢 就是我不建议你 两个考试 还跟那里比较比去的 没必要 就自己 选一个自己擅长的 去考就行了 然后也不要说 一个考试考完了 考出的不好 我要不然 掉转枪头 去考另一个 那估计也是出不了 太好的分数的 然后 考试就现在 这里嘛 那再来讲一下 除了这个考试之外 申请还需要 哪些材料啊 就是我把一些 基本的这个材料 都列在这里了 其实大同小异吧 就大部分私立学校的 这个要求 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 这里面 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是要强调 第一个是 很多学生 都有那个 preliminary的申请表 这个表呢 很多时候家长 可能一开始 不会注意到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呢 一是 你可以 就是这个表 就你可能 老早就出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填了 你填了这个表之后呢 学校有一些什么活动啊 然后一些面试机会啊 什么你都会 大概都会知道 收到邮件 然后呢 有些学校都是要求 填完这个表 才能去 就是要求 这个request面试 如果因为填完的话 那不好意思 那个面试啊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安排 所以这个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 我遇到很多 其实第二个 遇到比较多的 就是文书的部分 其实来找我的 一般都是文书 需要比较多的帮忙的 学生他一般 自己从来没有 回答过这些问题 就算英文写得很好 平时上课很爱发言 比如说我去年 那个学生也是这样的 上课很爱发言啊 然后每次都是 很多脑筋啊 很多idea 他非常 但是写文书的时候 就是逻辑混乱 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到底是 自己是什么样的 而且学生 学生包括家长嘛 都很会写成说 OK 学校希望看到 我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要不要照着这样写 然后最后 就是猪八街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你看就不是这学生 因为我了解这学生 所以我就知道 OK 你写的不是你自己 那这其实是挺难的 因为高中都要面试的 那面试里面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会写评语的 你回头自己 文书里面描的 跟自己这个面试里面 表现出来 人家观察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大概率 我觉得你就被拒了 就是因为 你就就 就代表什么来 美国不是有个词吗 叫integrity 很重要 就是你这个 里外如意 对不对 这个人说的 跟这个自己的 这个真实是很接近的 然后三四 其实是 比较street forward 成绩单的话 就是最少要过去两年的 然后包括 现在这个学期的 然后推卷性的话 也没有什么老师可以选的 他就是这 一定是现在这个英语老师 跟这个现在的数学老师 以及这个 你学校有council council没有的话 就是校长的这个推荐性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自己的把控的能力会比较少 然后考试 就是我刚才说的 其实是你自己能够拼一把的 那这个SAT呢 跟IC 其实你还是 就是怎么讲 是考试 是标划考试 都还是有培训那一套的 那这个 培训老师帮你一把 是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出效果的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然后一般学生也会来找我说老师 或找哪个老师去培训一下 会比较好 老师你给推荐一下 你这个 我这个学生适合哪个老师 你给推荐一下 然后呢 现在不是说了吗 好多学校 其实是有自己的考试的 然后像 像诺威娃什么的 他们都是这种 临场写作考试 这个其实很难准备 所以 如果你是马上要申请的学生 那这个其实 去了解一下过去的这个 他们考的这个写作的提醒 稍微准备一下 但是其实你也很难 在这个短时间里面 这个把写作提高 但如果你现在还是低年级的 我就建议你千万千万 现在就开始去给我做 这个写作的训练 这个写作啊 不是这个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能够提高的 这个写作不光是说 你这个语法呀 用句啊 这些东西 其实更多的是你的思维方式 你让人写清楚 你脑子里面得特别特别清楚 你脑子里清楚 都写出来都不一定清楚 所以这种好的思维学校 很看你的表达能力 就是你在这个写的时候 思路是否清晰 我自己写乱七八糟 那我大概也知道说 其实自己脑子里面 都乱七八糟的 那这个其实是 并不是一个顶级学生的 这个 怎么讲 顶级学生的这个 skill吧 我觉得顶级学生就是 比较明显 还就思路特别逻辑 特别清晰的 然后能够把自己讲清楚的 然后 上面两个家粗的 也是这个学生 我就是 学生家来找我比较多的 就是面试跟仿校 这个两个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因为面试的话 其实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考察 我后面可以多讲一些 就是面试里面 除了有学生面试 还有家长面试 然后家长面试的时候呢 就是 我经常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 就是翻译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家长他也会需要面试 这种地理 需要他要看一下 你这个家长的自己的教学理念 跟我们学校的这个培养理念 是不是一样啊 别到时候 学校跟家 家庭教育发生冲突 那对于学生是不利的 所以 也有一些学校是要求家长面试 那这个东西是比较多 需要准备的 很多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么正式的面试 然后呢 家长也不知道说 面试到底会问些啥 所以这个是要比较多准备的 然后仿校的时候 其实仿校也有很多的考察点 不只是说去参观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仿校 都是一对一约好的 然后一个学生就带我们一组家庭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学生 然后这个学生 他自己有些学校 就是他这个仿校完了之后呢 这个学生的这个 叫school tool 就是school 那个school tool guide 他也会去写一个小的report 这个学生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学生 能不能跟我们成为同学啊 你觉得这个学生 他到底对一个学校 到底是否感兴趣啊 所以这个仿校 不是说大学的那种仿校 说哎呀一大帮子人 然后大家这个转一圈啊 看看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 不是的 很多时候都是非常interactive的 这个中间还要不停的学生问问题 就是你这个学生 哎你对这个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这其实很多时候 显示你对这个学校的 这个兴趣的一个点 那这里面有一个大的柄图 就是一个很粗略很粗略的柄图 我是想强调说 其实面试它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高中的面试 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你交身体表前面的 就是最早的一般就是preliminary 那个表交上去之后 你就去约面试了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10月份 现在11月份去仿校 已经都比较晚了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约仿校的话 赶紧去约 尤其是今年疫情的话 其实好多in person的这个 tool这个都叫limited spot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前约的话 你可能就已经约不到了 那这个面试跟仿校很多时候都是绑在一起的 然后刚才说到还有吃饭的 有些时候吃饭也会成为你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场景 所以这部分的面试的准备是特别重要的 然后最后来讲几个注意点吧 就是这几年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大家要注意的私校录取跟大学录取也好 跟公校录取都不一样 第一个一定要积极的表忠心 就抓住任何机会去表忠心 对你对这个学校的兴趣 因为他们学校就这么几个人 你就就每年就录这么几个学生 那你这个你对这个学校 他的这个兴趣 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 他们要不要录你 因为他们也怕录人你不去嘛 大家都知道你会申请好多个学校嘛 所以这个里面就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去表忠心 比如说这个preliminary的那个表格 尽早填对吧 然后加上人家的main list 然后有学校有什么活动啊 这个开放日啦 然后现在的话 疫情期间还有好多好多线上的这个见面会啊 多去参加 就是不光是更深入的了解学校 我刚才说完 选学校不能只看排名表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去了解 你想一想你买件衣服 你可能还在网上挑好几个小时呢 你挑学校怎么就就靠一个排名表 一个数字你就决定了 你肯定是要花要在这个地方花四年 然后花这么多钱的这个地方 肯定是要花时间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学校的 那这些都是机会 然后能去实地仿效的 一定要去实地仿效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很考虑的 就很讲究你这个commitment的 你可以看说啊 一个家长飞越这个大半个美国 去到东边仿效的 跟你就在网上参加一下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说 谁花更多的这个精力 然后谁更有 谁更对我们感兴趣嘛 你花这么大的这个effort来我们学校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 就是积极地去表头心 然后第二个就是啊 这个引导面就重视这个面试 面试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还是刚才说了 他是在那个面试 是在那个身体表之前的 所以如果啊 你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很好 教授官就会很期待啊 就是我就想读你的身体表 你赶紧交上来啊 对吧 然后而且他其实已经带了 这个滤清了 就他有一个叫什么 先入为主的这个印象 已经在里面 所以他去读身体表的时候 一些小的过节啊 什么可能就注意不到啊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当你一见钟情的时候 你就很少会注意到 这个人的这些小毛病嘛 然后呢第二个我说了 这个面试其实 它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评估 从你踏入这个学校的这个 时候开始对吧 从接待 然后可能有一些小的这个啊 比如说安排上的偏差 你是这个学生是临场panic啦 还是还是挺从容的去应对的 然后包括说 很多学生可能都要提前等待啊 你在等待室里面干什么啊 可能会有学生来跟你聊天 会有学生家长来跟你聊天 你是怎么样应对的 然后这个中间 我说了很多时候都会有访校 然后这个就是访问 就是逛校园这个环节嘛 这个逛校园的环节里面 你学生自己对这个 学校的兴趣怎么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契合程度里面 你在这个学生 你看这个学生 你就去看人看多了 早上观就看 越人无数嘛 看人看多了 其实就比较知道说 OK你这个学生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你对学生对这个学校的兴趣程度一面是就知道了 你对学生 哎呀 谈什么都 眼睛发光嘛 说啊 我这学校这个东西又可感兴趣了 我刚才逛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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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以及就是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这些其实很难掩饰的 你很难说 哎呀我们就是很想来这个学校 可是学生进去啊之后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这个学生可能前一天做面试准备的时候 他对这个学校很兴奋 然后真的去到实地之后发现 哎 反正这个学校跟我这个气场不太搭呀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变了 然后面试的时候也会变的 所以啊 这个部分你们对这个啊 学校的感兴趣程度 其实他也会评估 然后以及你的沟通表达能力 这个啊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然后这个里面 刚才说的家长面试也是有一部分的 家长面试啊 我以前去的话 就是当那个翻译嘛 然后家长面试很多时候会问到说 你们家里面 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是这么处理的啊 然后你们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什么样的啊 你们家有什么 哎有没有其他孩子啊 然后他去了哪里啊 这种啊 都会问到一些啊 就是家庭的这个教育理念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就是尽早预约 还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一是你前面其实走访学校的时候 还是有一轮筛选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自己的这个啊 最后申请教哪些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不是啊 就是spot比较少吗 你越早预约 越早越能预约到 不然的话你就不停的往后拖了 他比如说 现在我们开放只有12月了 那你啊 你去还是不去呢 那这个时候对你的行程也是很难安排的 那一般家人都会在一次访校里面 访问周边的好几个学校 那可能这个学校跟那个学校就是 一周就是搭不起来 可能请一周假 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学校都访问完 所以这个是越早预约 你就有越多的这个啊 自由的空间 然后第四点 内部消息 所谓内部消息就是说 因为私校特别少嘛 然后私校的这个每年录取人数都特别少 然后比如说我们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跟这些装生官去聊 就会说 OK你这个学校今年大概这个地区 大概要招多少学生啊 然后如果是国际学生的话 今年是中国学生是要招更多了 还是要更少了呀 然后可能这个学校他那个 就去年的毕业班里面啊 最牛的学生是谁啊 然后他可能是足球队长啊 然后足球队长毕业了 然后或者说 这个学生是管分群乐队的啊 或者基建队的啊 说的马术啊什么的 就是私校的这个项目比较多 然后他可能就是这方面 他可能就是要马上去补缺嘛 因为人数比较少 少一个就是这个队可能就是会少一些 所以他们在招生的时候也会有偏向的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的这个 就是特长跟这个学校契合比较多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在身体上占一些优势的 然后这些的话 其实在那个私校里面 就是升学顾问跟这个私校的关系 还是比较密切 跟大学不太一样 就私校里面跟这个升学顾问 合作还比较多了 然后他们也会经常就是让 就邀请我们去访校 然后告诉我们今年他们这个学校 有一些什么样的那个 新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些啊 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内部消息 就是是可以在投资条件下 相对来说给你加一点点分的 然后呢第五个是wait list 就是私校我说了嘛 因为每年录的人就这么点 所以这个录取的时候啊 他是很怕这个录不满的 然后也怕录多了 所以呢他们会把好多学生 放在这个waiting list上面 然后呢这个waiting list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的你是够格念这个学校的 只是说他们现在没有这个空 所以呢在这个waiting list上面的时候 很多人家长可能就说 那我们在waiting list上 就就就去就去别的学校吧 但事实上其实很多学生 还是从waiting list上下来的 这个时候呢 其实啊我们也会就作为 就是升学指导 就是也会去跟这个招生班去问说 OK今年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 然后有些时候能配一把的话 还是能把waiting list推进这个admission的 所以呢waiting list的这个啊 这个机会不要放弃 大概想说就是这几点吧 好的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如果接下来家长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 欢迎扫描这个屏幕上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家长我们的这个微信家长群呢 也可以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 我来发邀请给您 那电话email都可以联系到我 可以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也非常感谢Coco老师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